大家晚安 一个字典里面没有看守的 看守总统马英九 今天 不明一个市场欢迎 还是在这里一个市场 不明一个欢迎 去太平岛巡视一圈 近前的欲 蔡英文去 听着幕僚说 我们一起去看海拔 这个结果就是 我们的盟友美国 非常地不以为难 中国基本上 把马英九暂时担心 这样的一个结果 会不会让整个南海 因为台湾这状况 而风云在起 台湾在这里面 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同样的另外一个争议 就是民进党 今天没有协调 由国际去协调 结果是破局 那么这个破局的结果 就是明天假投票 小英的国会改革 的形象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虽然不知道谁来当 而产生一条裂痕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全国予以关注 为了签略 各位介绍 天中 各位来源台湾 支持媒体的王水店 大家好 各位来我们的靠靠 大家好 国民党文聪委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资深政治评论 余美美 大家好 还有我们前台北市 市议员杨师兄 大家平安喜乐 好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马云雄杨师兄 标准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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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得到的是什么 看一下 去太平岛呢 就是要尽快地把 我们太平岛在菲律宾 对中国大陆的仲裁案中 把我们太平岛的 法律地位降格 降格这件事情 要做出很严正的 澄清跟说明 太平岛是个岛 不是一个礁 是一个岛 不是一个reef 完全同意 总统要捍卫国家的主角 没有人反对 但是水定 请问一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引出来的后果 甚至于后遇症 到底对于台湾的利益 要怎么评估 我不太了解 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总统 马英九突然间想到说 要飞到太平岛去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他今天自己说的 自己的领土自己保 为什么去年本来 太平岛的码头 要这个公开落成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去 那时候美国人 要均售台湾 所以叫你不要去 你就不去 然后现在呢 美国人叫你说 现在越南 刚好选了一个清中的 刚好出来一个清中的政权 然后呢 可能美国跟越南 会很紧张 这时候你故意去 你到底在搞什么 而且更好玩的是 以前只要到了太平岛 到了南海 到哪里有争议的地方 中共一定抗议 对不对 就是中共还 哎呀 眼看了两岸一家亲 两岸可以这样子 针对中华 共同针对中华的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这个国土 可以互相一直捍卫 他觉得非常的肯定 你们要发现吗 真的像马英九所说的吗 当然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土 我们的任何一个人 包括总统 跟任何一个国民去 我们都赞成 可问题是不是去的问题 是去的实际的问题 真的像他今天回来以后 记者会所讲的吗 讲的说是因为菲律宾 像这个荷兰的 这个海牙的国际法庭 六月的时候要判 说我们太平岛 不是岛 是个岩交 所以呢我们就要降格了 我们就要怎么样了 所以要赶快急着造一大论去 我问大家一件事 如果今年六月的时候 这个国际法庭 还是踩太平岛 不是岛那你怎么办 你能够说我不承认吗 还有即便如死 即便菲律宾到叫荷兰的海牙 那个国际法庭 怎么才有用吗 菲律宾就可以把我们太平岛的所有军金赶掉吗 你就会承认吗 而且虽然 既然要去那些东西 马上过去 对 没有错 而且你当了八年的总统 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去 你一定要拖到最后面 当年阿扁去的时候 有他的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 跟你现在又不一样嘛 所以你在算计什么 我不客气说就算计嘛 包括邀请新任的这个总统 5月20号即将就任的总统蔡英文 竟然后来还会在记者会说 我很讶异 他们没有派人去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派你去 派你去就上了你的当 你就是要用一个政治算计 不客气说就这样嘛 不是 我跟各位说啦 南海的问题非常的复杂 绝对不是一个国际法庭说的算啦 我不客气说嘛 中国美国才是真正南海 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嘛 那么现在美国还把B52轰炸机 飞过中国在那个地方的几个交导 他们在那扩建 美国是什么意思啊 那中国现在不讲话的愿意 为什么要拉拢你台湾啊 大家都知道两个在较劲嘛 很明显在南海这个议题上面呢 马英九选择的是亲中 然后呢对美国是有点敌意的 这就是一向美国不是号称 马英九不是号称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是这些年来最好吗 那为什么美国人今天反应会那么大 为什么会生气 为什么反对 顺便讲一句话 那马英九为什么做这个事 今天有一个数字 请大家要记住叫112 什么意思 马英九马上要下台的第112天啊 马英九要趁这112天 他可能还会干出很多的事情 他今天晚上还特别讲哦 必要的时候 还要带国际学者 还有这些专家 一起到太平岛去开国际会议 还说他是为了和平 为了南海和平战役 不是为了教效 不是为了挑衅 我请问大家嘛 他如果真的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今天是越南 你今天是菲律宾 你是这些南海认为 自己宣称自己有主权的国家 你不是挑衅 这不是挑衅 那什么叫挑衅 好 如果马从头是主权报告 我觉得这个全部人都给他支持 但是如果是总统暴冲 这对台湾的伤害是怎么样 我们两个都要评估 先给各位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为我们台湾到太平岛 1千6百公里 遭遭的国家 这个叫做中国 我们台湾在这里 这个叫做外南 这个叫做菲律宾 吉西亚卡亚古 印尼巴丹等等 主要这四个国家 目前冲突 最远的是台湾 这是一个 各位看第二个 它的局势 是不是如马上所说的 那很简单 不需要我们来看看 太平岛 中洲交 这是我们目前 这两个是我们台湾在关 中文国两个 外南二十八个 中国八个 非日本七个 马来西亚三个 印尼两个 我们来一个 后面这个不要看 光这几个 南小旧 情形这么复杂 所以我要请教 寇寇姐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云九是不是评估好 这个对台湾有益 那如果是 是不是真的对台湾有益 对 当然就是主权宣誓 对这个 我们这个 主权拥有国 当然 应该不会有害 可是呢 他今天呢 去了之后 回来 开完记者会之后 发生几个效果 一个就是 美国对他的信赖 开始已经动摇 而且破碎 但是这是不是台美关系的危机呢 我倒认为不是 因为美国知道 蔡英文政府 是一个稳健的 而且不会暴冲 没有意外的一个 新任的政府 反而是美国跟马云九之间的关系 是有裂痕 美国人批评他身高紧张 是令人失望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没有帮助对这个南海的这个争议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那马云九为什么要冒大不讳 把他跟八年来 近八年来 跟他关系这么好的一个美国人 给得罪呢 那他所换得的是什么呢 换得是今天一个记者会 还有他损了一下蔡英文 还有中国网友 大家赞赏 新华社都已经说 这是这个两岸的同胞 对于祖国中华民族外 这个国土主权的宣誓 那从正面来看 唯一的正面的马云九 所得到的是这个 至于我们台湾的人民 因为你的这个时机 选的是一个看守政府的时机 所以难免让我们怀疑 你是不是有其他动机 因为马习会之后你去了 你是不是跟习近平 有什么默契协商 那幸好现在是一个看守期 可是还有四个月 在这四个月当中 他会不会做出其他的事 我觉得这一切都让马云九 这个人开始被大家 这个超级的不信赖 那以后这段时间 我们那个要接掌政权的政府 跟民进党 特别是国会 就要紧绷神经了 那马云九说是那个 他特别说我去了之后啊 证明那是个岛 你没去他也是个岛啊 又不是说你去了这个 之后他变岛 你是怎样 你是个神仙有个棒子 一个先棒 一指挥就已经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就要拿着你今天去的那个影片 作为证明吗 好说你就要不然你就带着国际媒体去啊 也没有啊 他今天的记者会好恐怖 他说以后我们要在台北开这个国际会议 要带大家到太平岛去玩 甚至要到太平岛去开会 我的妈呀你只剩四个月的任期了 你还想搞这种飞机 四个月任期你可以组织一个国际会议到太平岛去吗 所以他很多的逻辑是不对的 这个逻辑不对 以他的自私自利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都为自己着想 所以呢他换得了中国13亿人口对他的欢呼 这是不是他要的 我们仔细看 这是一个只剩下四个月的总统 他暴冲或者怎么样 台湾国际会议到都在看 可是一个即将在520要接手的蔡英文总统 他今天面临的一个 其实严重性不低于这件事情 因为他的气氛不是太平 而是有一点焦虑跟失焦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的就是今天下午 陈局陈蔡英文主席之命 到党中央去协商三个国会议长候选人 四点半左右进去 一直到快八点才有一个结局 而这个结局叫做破局 明天要假投票 也就是说妹妹 是不是意味着在国会里面 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总统跟该党或者他们党的议员之间 对于什么叫做形象 什么叫给台湾社会一个正向的感觉 没有办法有共识 我先讲 刚开始确实就是我问过几个民进党的立委 都是说第一优先 当然是希望能够协调 那协调不成 到最后要动用到假投票 那可见的一定是三个 参选人的参选意志非常坚决 因为陈明文先退 那就是柯建民的参选意志也很坚决 那苏嘉全的参选意志也很坚决 那蔡英文的总统当选人 他之前说要注意到社会对于改革的期待 我觉得这其实已经非常的意在言外了 虽然没有明治 那当然作为一个总统当选人 那他又接触所谓透明 那国会自主民主的原则 我想他也是要避免一个 就是他的手伸进去 那确实在这过程当中 你也没看到他把手伸进去 可是 可是呢 就是呢 我觉得民进党的立委 我们要仔细来想一想 第一次有机会 这个在国会完成政党轮替 那么人们期待的一个 国会的改革是什么样 这个面目一新的气象 这里面面目一新的气象 包括人的面目一新 领导者的面目一新 包括整个国会的议事制度 那么强化这个委员会 乃至于整个国会改革的 这个的面目一新 那如果说你走到这个假投票 当然形式上 它是最符合于民主的 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 但是如果说这个结果 是让对社会对于改革 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些民调 好的显示 如果说是这个对改革 这个期待跟民调的反应 是有落差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第一个 会不会从而就这个影响到 等于是说虽然说小英总统 他并没有说把手伸进去 可是从而大家对他的领导威信 这上面会不会第一个 就浮上一个问号 那社会的这个回应 会不会也浮上一个问号 那么乃至于未来这个总统 这个还有行政跟立法 这些互动的关系 会不会浮上一个问号 那这些问号恐怕都是将来 一关又一关的这个难题 因此呢无论如何 还有再就是说 那假投票之后结果 那过程之中会不会形成裂痕 乃至于有没有一些 所谓的一些放话 那我觉得是外界会等着检验的 因为民进党要知道 已经没有票头某某某 就是支持马英九这件事情了 就是当人民给你那么大的付托 那将来政府是一体的 所以最后的承担者 也就是蔡英文总统 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全党上下 必须要认清了这个事实 那如果说认清这个事实以后 应该做一个怎么样正确的选择 我也希望民进党的立委们 能够自己能够平静静气 好好的来想一想 石修雄 其实这件事情 小英的态度其实蛮清楚的 但是为什么会弄到最后 要假投票 我们现在陈明文已经退出 也就是说 苏家全跟柯建民相持不下 为什么不能协商出来 我觉得当然 我本身不是民进党党员 对于这几位候选人 所以你看起来更客观 也不太熟 所以但我必须要说 如果小英在这个目前 长达到5月20号 这蛮久的看守期 但是对小英来讲 也是个命运期 因为大家对他还有期盼 那这个命运期当中 你要做出一些规划 为你5月20号就职之后 提出一些让人民 有期望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如果说 在这个破局当中 如果明天假投票 当然这是个民主的程序 万一你提出来的人选 会造成对人民的期待 一个落差的话 我觉得小英会不会 在第一次的过程当中 就做了某种程度的折损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强调 有两个角度 可以给民进党做参考 第一个 我们过去很清楚 马英九跟马王政争 在三年前 2014年 2013年 当时的9月马王政争 是造成今天国民党惨败 包括2014的1月29 一个国民党党主席 去斗一个 他自己提名的立法院院长 那这样子惨烈的斗争 就造成今天国民党在 1月29 2014的和今年的1月16号的惨败 如果这个教训 可以作为一件禁止 马英九的这面禁止的话 那我觉得蔡英文当然要了解 就是在立法院这个 即使在所谓国会中立群体之下 谁能够比较贯彻你的意志 让你在未来施政比较能够推展 这是一个 这是例子 另外一个 当然柯建民来讲 大家对他的感觉是说 他是侨家大院 在某种程度 可能跟王金平 在对国民党的形象 和民进党的形象 是由某种程度的负面 但是我如果从一个旁观者 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可以给共民进党的思考 2008年的时候 民进党只有27席 到了2012年 民进党成长了 但也没有过半 但是从 或许他瞧 但瞧如果从民进党的角度 我们国民党是很痛恨柯建民的 为什么 你既然掌握的是27席 后来不过40几席 却能够几乎让国民党 在整个掌握多数的立法院里面 国民党反而动弹不得 如果从这个角度 在社会观感 或是柯建民是所谓 乔家大院的 专门乔事情 可是从民进党角度来看 他或许也替民进党争取到一些权益 所以这点就是看蔡英文怎么去诠释 那我拿讲直接一点 这些功劳 假如我讲直接一点 这些功劳可以拿来当作勒索 我所谓勒索 就是说非我不行 我不管你 社会怎么想 主席怎么想 扣扣 会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 今天这个协商 因为陈明文退出了 后来据说这个协商 就是两位坚持参选的 苏家权跟柯建民 菊姐的协商内情我们不知 可是后来传出来 就只有一句话 就是说某人不退 某人不退 那应该就是说 菊姐在协商的时候 她大概对于某种程度上面 她希望协商出一个人出来 那个人当然就是说 可能在我们的认知上面 就比较符合蔡英文 你刚刚说的蔡英文 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 我昨天这么讲 就是蔡英文展现她的决心 不是私心 是决心 但是蔡英文她某种程度上面 她还希望透过一个民主程序 所以今天晚上开始 我不是很了解民进党 但是我的民进党的好几个朋友 都跟我说 哇 今天晚上可是一个 这个拉票大战 那这个是这个笔票数 那笔票数双方好像 都有赢的这种乐观的期待 可是另外一种说法是 某一个派系他们并不像过去 所说的支持谁 那明天如果经过这个假投票之后 又是大家所说的 蔡英文所瞩目的这个 这个人选出来 那当然对蔡英文很有帮助 因为表示这个蔡英文的 那个意志的贯彻 又透过一个立法委员的 民进党的立委的 这个自主意识的投票 那对这一位蔡英文所瞩目的 龙头国会的议长 她未来的地位跟她的领导 是很有帮助的 那如果是反过来的情况 那当然是比较不利 那不过不管怎样 我觉得所谓的社会期待这件事 是今天晚上考验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的 这个状态 那有18席不分确立委 我觉得他应该会有某种投票的意向 那另外还有这个五十席 叫一席 那是五党籍的赵正宇 那这五十席 其实基本上来讲 我跟他们都有所沟通 其实有一些人是告诉我说 意识选手比较重要 有一些人告诉我说 这个一个形象比较重要 那我猜啦 这是我大胆的猜 我猜今天晚上 一定会有一些 更符合社会期待意向的动作会出现 所以明天符合社会期待者 应该会胜出的可能性 应该会比较高吧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到 就是新潮流说 要蔡英文说了才算数 那如果是假投票 这就要倒过来讲 要新潮流投了票才算数 只是我的猜测 是不是这样 大家做一看 这段时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就继续 谢谢 好 胜选的小英总统 不时还要受到 看守总统马英九的骚扰 一会儿说要他去太平岛 一会儿回来说 他他没去 我觉得很可笑 另一方面 党内第一次2月号国会的 龙头到底是什么呢 水定 现在确定 今天个学商没有成功 民间党团大会 当然党团大会也可能协商了 可是最后很有可能 还是假投票 他会产生哪一种 哪些可能性 这样的结果 有点让人家 有点觉得难过跟遗憾 因为照理来讲 这个好不容易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 给你民间党一个机会 那么57席过半 而且是多数过半 到了58席 到了68席 那么这么多 那么你一定会推出自己的 这个等于说立法院政府院长 这一届的立法院政府院长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 不能再出现过去的 类似被人家讥讽 叫做乔家大院 也包括朝野协商 当然必须有它 相当程度的保留 但是也必须要 有一个革新的方式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你国会要改革 就必须从这些 引人诟病的地方改革 不然我不知道 你国会改革 要改革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必须让人家 全台湾的这些选民们 为之倾心认为 现在的民进党 它掌控了 这个所谓的国会的多数以后 它会跟过去的国民党不一样 不然人民为什么要 把这么大的一个权力给你 那么我为什么说 今天有一些遗憾的原因 是因为 我不知道明天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 在68席里面 如果按照 这个通常的惯例的话 18席的部分区立委 应该是 这个小英主席 能够自己决定的 然后呢 68席里面要过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 叫做新潮流 因为他掌握了20席 如果跟部分区的立委 要凑一凑 事实上他就过半了 要过半 就是新潮流的态度 新潮流 他的态度是靠向哪一边 那么哪一边就是过半 我不客气说就是这样子 如果以现在的这个态势而言 那么明天我相信 不管希望真的 不要动用到所谓假投票 因为动用到假投票的话呢 就是撕破脸 也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民进党团结一致 拼改革 很可能人家会打上一个问号 还有 这还是小事情 最大的事情是 这是蔡英文的 那个胜选以后的第一站 第一亿 全国的人 老百姓都在看 如果到时候选出来的 如果到时候的最后的结果 是跟所谓 社会改革的期待 有所落差的话 那怎么办呢 请容许我有一点点的时间就好了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有民进党的自多心之称的 郑韵鹏 才在桃园显胜对不对 赢了对不对 就没想到 他要请一个助理师 让我们大家跌破眼镜的 是他的老师 叫做沈富雄 沈富雄很优秀 我知道 沈富雄有很多的idea 我知道 但沈富雄他自己本身 在他这些年以来 我记得他在当年 第一高票当选为台北 全台湾最高票的 立法委员的时候 是在万华 而曼卡老郎回 那时候在曼卡両山机 举行的那一场 还被警方举牌 三次搜证 然后这个根据 集会刑警官把他移送 我记得在现场 为他拉台的人 叫陈水扁 因为我人就在现场 那时候谁认识沈富雄 沈医师是谁啊 大家认识 这是民进洞 这是阿兵也爱及企业 大家一定要爱及企业 最后这些年以来 他对民进党 做了什么事 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所以当这个新闻 听过来的时候 排山倒海而来的人 怎么说 排山倒海而来的人 说 如果你要这样做 你选钱找说 我票就不投给你 然后郑云鹏 当然有很多的委屈 他解释一大堆 因为他怎么关心 但是我告诉郑云鹏 无碍无师 无更爱真理 你对你老师 是有你的期待 是有你的承诺 是有认为他 借重他的长处 无更爱真理的事 为了民进党 为了台湾的未来 很多的事情 你必须放下 私人的恩怨 必须放下 一切以公众利益为先 一切以改革清新形象为要 各位朋友你想想看 我们看到那个打出来的标题 大家认知 就是说 协商破裂 我们知道这破裂这两个字 跟协商不成不一样 破裂是一种非常负面的 所以呢 如果关心民进党呢 忧心匆匆很多 但是我相信在场 有一个人可能会笑出来 这个人叫做郑世伟 因为 因为你撒出来 赖世报 可能有机会 如果民进党有分裂去 是不是 世伟兄 一路破裂到 谢老师 我不会这么看 我不会这么看 那可能是你们对于讲说 民进党好不容易 第一次 在立法院是过半数 所以说 各位半数 你说他协商破裂 然后进行假投票 大家好像会紧张 事实上我们在地方 我们都曾经碰过 民进党有机会 能够在地方掌握 过半数 跟国民党在对拼的时候 他们同样的 都是有自主性 党团自主性 如果说真的协商不成的时候 那就是由党团自行 做假投票 所以说这个在中央 或许你看到是第一次 可是在地方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是常态 那我觉得 不会讲说 今天 陈局市长来协调了之后 然后协商破裂 我觉得民进党的一个 立法委员 他们还是会有自主 你说现在协商破裂 可是到明天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他们三方会不会各自做协调 当然这场戏 我认为很好看 这是我最近几个月来 看到国民党的人 笑得这么开心的 我每次来 我都很开心 但是各位没有点像看 我们都直接像看 党团自主 这四个字 跟协商有没有冲突 那个美美 如果真的是 容许协商 照道理讲 没有什么自主 倒票就对了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那为什么会有协商 就表示这里面 有那种柔性的空间 地来对吗 其实说是协商 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共识 然后推出一个 最服众望的人选 然后也不要有 党内的裂痕 那过程中 也不要不断地放话 能够有最和谐的方式 那能够呢 符合社会的期待 但是如果说到 而且是协商破裂 对不对 破裂 就像刚刚夏老师所讲 这是很负面的字眼 所以也许在这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 激烈的一个论辩的过程 也许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再说一次 不要忘记选前 对人民的承诺是什么 那这个是 新政府都还没有上任 可是这可能是 第一个最重要的人事 外界正拭目以待 如果说在起步的第一步 就脚步那样抢的话 那我老实说 你觉得将来的市政 能够非常的顺畅吗 那我还是要再讲一次 政府一体 最后的承担者是 蔡英文总统 那蔡英文总统一再地说 希望要呼应 社会改革的期待 那意识的效率品质 那端出好的成绩 如果大家真的有心 真的有想到选前 那么大声的承诺 那就拜托一下 不是只是让蔡英文 带领大家打赢这场选战 而是你怎么样子 陪伴蔡英文一起 把台湾改革得更好 请放下私心好不好 我真的只能再三再四地呼吁 我觉得在一个大事大飞之前 请大家头脑要冷静想清楚 可可我们来想想看 蔡英文指派陈菊 你们认为蔡英文跟陈菊 就是说麻烦你去 就这样子 蔡英文没有跟陈菊讲他的看法 然后陈菊进去 我们再想想看陈菊进去 然后说来 你有想要算吗 要算吗 要算 继续算 你不算你外退 协商结束 抱歉 如果这样子的话 30分钟结束 结果昨天搞了多久 不知道今天搞了多久 搞了三个小时 所以其实菊姐出来是讲说 协商无结果 那外界看到都是破裂 据我知道 我猜应该菊姐也会讲一讲 就是说符合社会期待的 跟国会自主的平衡点的 主席所主义的人选是谁吧 对不对 所以今天晚上 美美所呼喚的对象是 50席加1席的区域立委 民进党跟五党籍的立委的抉择 这是一个还蛮困难的抉择 可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很轻易的 能够做的一个抉择 这个抉择就是 你真的像美美所说的 要抛弃私心 但是对我们这个旁观者来讲 因为不太了解民进党 这个有人跟我说 民进党是一个草帽政党 在争取这一类的习 因为这是第一次 民进党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 会选上立法院的院长 所以过去他们这些相关的人 第一次会选上立法院的院长 第一次有机会选上 第一次有机会在立法院过半 你看你这样的话 人家就觉得你在影视 第一次 第一次 怎么是又推到我们这边来了 第一次 第一次 因为以前都是你们啊 你们假投票之后 我们以前都很会自主的啊 假投票之后一定会 当然会一定是民党的人选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 某种程度的运作 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有人说某一个派系 专门支持谁 又倒戈到谁身上 我要替蔡其商讲几句话 因为昨天我问她说 我说老兄 你怎么一下子这个背 一下子那个背 她气歪歪说 这次寇姐 我不需要这样子背来背去 她说我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在学 那这一点倒是 因为她是新潮流的 她说她是跟各个派系都有 她才讲她靠自己的力量 你又说因为她是新潮流的 她是新潮流的 但是她说她不靠新潮流嘛 而且你看你看 一时之间过半不习惯吧 所以今天 因为她是我的 她小老弟 所以她昨天跟我讲了 解释了三十分钟 那我的采访的结果是 她今天早上不是找出一些 中生蛋跟安晞一起开记者会 那如果说她觉得她 蔡其商她要选副议长 那她是完全不需要 跟人家去配票 那表示明天这个假投票 就没有一些派系的配票的 绑来绑去的结果了 那这样也不错啊 可是蔡英文主席的意志是什么 蔡英文主席本身 对于这个未来议长人选 她如果在关键时刻 她的意志没有办法 让她的区域立委来探知 而做某种程度的人情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交换的话 那我觉得对民党当然不好 这个对民进党不好 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开心的转折点 他们从明天开始恐怕就会嘲笑民党 好几个月到520 不会啊 每一天这个满酒都会 尤其是 立法院开议的时候投票 结果还是会团结 那要看这个人选是谁 你今天为了更多 我要找机会啊 基本上来讲 这两个人他们 这三个人各有特色 因为我们不是选民 那我只能说 今天晚上就要看民进党的立委 尤其是区域立委 你要做一个良心的抉择 这是一个长远的抉择 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件 人情感或者说人情上的 某种回馈 因为我主修是文学 我第一副课是语言学 我就请问一下 假如蔡英文的意思就是党团自主 他就讲这四个字 后面一句话都不要讲 就到了礼拜五或者礼 二月一号 可是他讲党团自主 后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话 所以那一些话其实 如果它是必要的 表示它跟党团自主之间 是有一些彼此 我举个例 像我们那个夫妻之间 如果那个先生 常常晚上出去喝酒不回来 有一天他跟我说 我今天晚上又要出去喝酒了 要两点凌晨才回来 我就会说你自己做决定 但是你最好了解 我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你如果两点才回来 你最好就门就关了 你就进不来了 那夫妻关系就破裂了 懂我意思吗 我懂 但是这里面有一种状况 是很特殊的 比如太太 天快亮的时候 眼睛一张开 先生正在穿裤子 那你第一个要考虑 他到底是现在要穿上裤子 还是刚回来正要脱下裤子 太太都会手在那里检查 他死机电回来 所以石修兄 难道因为蔡英文讲这些话 使得68个立委 弄不清楚吗 有可能他弄不清楚 蔡英文的期待是什么吗 不过谈到假投票 必须要说民进党要审慎为之 我举个 当然我相信 我举的例子是 国民党内曾经发生 而且我亲眼目睹 我也情深参与 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讲 会不会这样子 我希望不会 民国91年当时的 国民党的政府议长选举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记得 就涉及到这个了 因为假的 我都涉及到这个了 当时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 叩叩姐可能也认识 他打电话给我讲 他说石修 我们知道你买不动你 但是我们已经 希望你不要参加明天的会议 因为我们已经帮好了 已经帮好了 那天 那那个时候 我第一个跟他讲 我就跟那个记者讲 我说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 本来我不想参加 我都要参加了 我非去不可 所以你听话 中央党部开会 当时是要把 当时的议长 无比就是要翻掉的 如果假投票的话 你知道透过 某种程度的利益的交换 就会翻掉 结果后来 在那个场面起了冲突 我跟一部分人起了冲突 当场就起过翻桌子了 翻完桌子之后 那时候主持人是秘书长 叫林峰正 就顺势 就说 协商破裂 结束了 然后用国民党 指定的人选 就避免了那一次 我想那时候 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91年 朱安雄被抓 如果当时台北市 按照那个假投票的结果 其实已经被掉下去锁定了 所以当时 我记得很清楚 第二天投完票之后 那一票 用这个来 就说 杨宇言 杨石秋 你假新高 你看 现在 不是你的话 今天的人选 是某某某 结果没有想到 91年 各位记得 朱安雄就被抓了 抓完之后 台北市这些人 因为他们虽然 可能下去买了 但是因为人选 最后由党中央来规划 就没有成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假投票 它的一个风险 就是万一假设有人 会不会对民进党 未来在领导国会 不管是现在 或未来 说我利益交换 但我相信民进党 不会 因为大家对他期望 但是我曾经亲眼目睹过 就是91年 这种情况 当最后是用 党中央的意思说 我们认为这个 形象比较好 就决定的时候 反而避免了一个 后来几乎要被 神之以法的一些议员 是 我几乎要问 师兄兄 你当初把 做事掀开的时候 你要不要看下面 是不是有带钱 可能也有 我们这段时间到这里 收集一下 我继续 谢谢 其实整个社会 对于这一场民进党 势在必得的国会龙头 是非常关注的 不是说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 而是谁 所以水定 刚刚石秋兄 特别提到 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愿意想到 可是实际上是有情况 就是说 它真的有可能产生 非常多负面的一些影响 不是吗 我相信这几天 这个主要的人选 一定都有透过很多的管道 去寻求很多支持者的支持 那么首当其中 当然这六十几集里面 当然你想想看 我刚刚说过 能够谁 能够拥有谁的票 能够过半 那当然是主要的 主要的 整个拉拢的对象 那当然这里面 表面上民进党 当然是说 各派系已经解散 但我们都知道 哪一系哪一系哪一系 他们是比较团结的 哪些人是属于 比较哪个大佬的 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 这是事实 也不需要特别去隐蔽 可是 这个蔡其昌的出来 对不对 蔡其昌 开记者会 代表47岁 那中生代 我相信 依目前看起来 他应该是唯一民进党 可能会 角逐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 应该也是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看 包括所谓的范英系 包括所谓的书系 包括很多 大家都跳出来 跟他站在一起 连新潮流这些 都站出来的时候 那么他当选的几率很高 既然几率很高 那透露这些什么呢 为什么要开记者会 为什么还要开记者会 因为事实上 他当选的几率 也目前为止 也没有其他的角逐者 事实上一些 比较有经验 或者是资格老道的 历任好几 他们也愿意 他们也应该可以来角逐 他们并没有出现角逐 所以没有意外 不管是谁当选 这个所谓的院长政的 那么副院长 应该就是蔡其昌 那么他出来 角逐了以后 只是要做一个宣誓 顺便给很多人看 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 可能有一些政治解读的部分 不过为什么我们说 今天举解 分三个不同的时间 接见三个可能的候选人 最后从大家脸色凝重地走出来 就知道 这个跟大家好好谈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最后是破裂的 大家都不肯让 那不肯让的结果 明天希望明天 党团大会的时候 能够进行一个 真正最后的一个结果 要不然真的假投票 输的人怎么办 他们还可以再协商吗 对 可以 输的人 我是说真的假投票 出来了以后 不管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可是假投票的结果 出来了以后 那就是另外 又一次撕裂的开始 那又很可能 是使民进党 在社会大众这次选举里面 赋予你大胜308万票的总统票 还有政党票 还有给你这么多的席次 很有可能到你的支持者 因为这样子在还没开始执政 就先心寒了一半 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郑云鹏跟沈富雄 沈富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可是因为这些年以来 他对民进党的批评是怎样 所以呢 当然沈富雄在最后的关头 他愿意自己退 不给郑云鹏这个添麻烦 很好 可问题是 当你郑云鹏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刚刚说过嘛 无碍无师 无更爱真理 你自己的政治判断力 你没有发现吗 因为这样子你知道吗 一直到昨天还有人到处在传什么 传郑云鹏的 把相关的民进党的中央党部 还有桃园相关的电话干什么 他都要打电话去骂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要知道你的支持者要的是什么 而在这个时候呢 不是你当选了 所以呢 我告诉各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雨众欣常告诉各位 不是你当选了 所以我现在用我私人的名义 私人的交情 你要决定怎么样就怎样 不 如果你是用这种心态的话呢 你要知道现在台湾的选民是非常无情的 四年后 如果你真的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呢 四年后到底台湾的选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制裁你 那还不知道 一切以社会改革为优先 这次要算你 就是要改革改革改革嘛 以前跟国民党会选上嘛 对不对 现在你不能跟他一样了嘛 你现在有很多的机会 你必须要坚持这个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台南市议会的那种 等于说我当然知道它不会在理论上不会发生 可问题不要忘记台南市议会造成我们全民的伤害 台南市民的伤害跟台南市议会的伤害 所以请大家在做明天的决议的时候呢 能够要自己有所 等于说有所进退 还有明天如果真的要假投票 就请各位这些主要有心的参选人 你们心目中应该也要有一个数 我对假投票说真的 在政党是民主机制就这名称嘛 我对假投票 不好意思郭平东 我对假投票 贵心印象不是假投票 是投假票 因为就是石球兄你讲的嘛 但我不讲说会是这样子的 但是各位如果注意听到 我们谁在那边讲话 妹妹刚刚其实讲了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叫做人情 小英有没有讲过 小英有没有讲说 希望不要用人情来作为当选国会议长的基础 他也希望将来这个立法院也不是用人情 而是一切要制度化 那要公开透明 要有耳目一新的气象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今天之所以举派陈局市长 是因为小英主席他早上回复的时候 他是说因为这是中场会决议 那说希望要有协调 所以才指派陈局市长花妈去 那中场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决议 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 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 那回应社会的期待 才会有这个党的这个决议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立委诸公们 你们都是选举这个基层这样出身 对民意应该是嗅觉最敏锐的啦 那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那当然我必须要讲 老实说三位人选各有优点 各有特色 但是老实说当然也各有一些 内在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不过如果说你横于整体的 这个社会的氛围 乃至于这么多的这个呼唤 那我就是觉得说 那已经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 我要回应这个谢老师去讲说 不是用人情啦 是没没我们这么讲 我们就把话讲白一点 要被协商的人 要被陈局协商嘛 我的假设就陈局基本上 代表小英有一定程度的决心 或者意志对社会的期待 然后协商的人 他凭什么 他一定有一定的把握 他才敢讲说 不好意思假投票 那我们就给他算一下 他脑袋里一定有一些票嘛 对啦对啦 对不对 不然票投票多差一看 40票对12票 对不对 绝对有一拼的实力 刚有提到嘛 新潮流 在以上今天特别开记者会 我们调的那里开记者会 叫做我们在这里 大概20票 23票 23票 好 那够够 不分区 刚刚特别讲 18票 23加18 41 总共68 还有27席 很有得拼啊 68过半 69 就35 34就过半 就是去抢嘛 83加18就过半了 两边去抢啊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不是各种 2月1号国会一开议的时候 会是什么状况 大家讨论什么 不 我觉得 最坏的状况 其实就太多想象空间 对 而且让外人可以见缝插针 那这个所谓的见缝插针 就是我们习惯上的 这一类的选举 可能在前一天晚上操作 涉及到金钱交易嘛 打开天窗 说亮话 那如果说这个 好不容易民党国会过半 议长的选举 今天晚上要进入一个 可能被黑暗当中 无法澄清的这个 这个事件来影响 未来民党的执政的话 我觉得划不来 而且 也应该避免 当然是应该避免 要讲白一点 国会自主 然后希望社会期待 国会改革 人家参议委主席 是给你们这些 当选的立委 一些空间 然后给你这个 一些尊重 请这些立法委员 自己要自我尊重吧 这个有投票权的 这些立法委员 或是派系的主导人 其实我是要补充一下 以我了解的民进党 我不认为说 这种事情会有金钱揭露 坦白讲 因我所了解的 但是会不会有人情的考虑 乃至于大家会认为说 有人比较娴熟于议事 所以他基于他自己的一种判断 那这些我们都尊重 但是如果你只要想到说 新的这个 他要的这个议长是什么样子 有三不原则 退出政党活动 党政平台 不能竞选各层的党职 其实他是要讲究 一个议事的中立化 反而是总招 老实说 他实际的功能是大很多的 如果你想到这一点 其实各安其所 应该就是你就会非常清楚啊 那个图像的路径 可能一个是什么样最好的安排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再一次呼吁 不是个人的人情厉害 而是你真的要去看全体 你要想到说 你对选民的许诺是什么 社会的期待是什么 更要珍惜这是第一次 有这个国会政党轮替的机会 第一次的人事出击 其实国民党已经眼睁睁的在看 如果你在这过程当中 就像寇寇刚刚所讲的 你给予太多想象空间 或是让人家有见缝插针 贴插会 贴阴阴味道的机会 那民进党 你愿意这样子吗 所以就音派啦 心雕流啦 其他这个派那个派 一切都 所有所有这些想象 就可以有很多故事了 是啊 不会啊 那你就这样想 如果明天是党团自主 符合社会期待的呢 对吧 谢老师都烦恼成这样 人家今天 那个蔡英文主席到新竹也讲 从来没有看到 河董周变得好会讲话 而且都讲得很清楚啊 那以前在国会都讲得不清楚 那是因为在选举啊 从来没有看过 郑士维上节目这么开心 笑得这么开心啊 因为很简单啊 今天没有人讨论 国民党的那个党主席 你们有发现吗 你看他开心样子 你就知道从明天开始 到2月1号礼拜一 大家对于国会或者小英 这一次民进党的胜选 在讨论什么 对没有错啊 所以大家也真正在看 全国老百姓也在看 支持蔡英文跟民进党 在看之外 反对的也在看啊 你知道吗 在看的时候 你看你看你看 在野党 给你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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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赢到